巴基斯坦花天价 向荷兰订购的巡逻舰服役 只有几门水炮 火力去连056轻型护卫舰都不如 值得回国装中国武器 2月中 巴基斯坦向荷兰公司订购的OPV近海巡逻舰正式服役 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参加了服役仪式 然而这艘舰上面没有安装舰载武器 只有几门水炮 之前这艘OPV近海巡逻舰是准备安装一座76毫米舰炮 和两座20毫米机炮 虽然很弱机 但好歹也有武器 现在OPV近海巡逻舰选择不安装计划中的欧洲的弱机武器 或许巴基斯坦不想再被欧洲武器坑 打算要装中国的高性价比武器 由于巴基斯坦的OPV近海巡逻舰价值近一亿 火力去连我国的056轻型护卫舰都不如 不要说欧洲公司赚黑钱 而是欧洲造什么都贵 市面上的OPV近海巡逻舰都是超过一美元售价 巴基斯坦的OPV近海巡逻舰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 由于中东一众油霸土豪国家和巴基斯坦有非常良好的关系 这两艘OPV近海巡逻舰的费用不完全是由巴基斯坦承担 中东土豪国家出了大部分的钱 因此巴基斯坦是相对白菜价 买到欧洲产的OPV近海巡逻舰也算是占便宜 然而OPV近海巡逻舰实在计划中装备太弱期 只有火炮没有导弹 而巴基斯坦和印度长期敌对 这艘巡逻舰就不存在平时当真正巡逻舰的情况 而是要当一艘正规护卫舰来使用要装备导弹武器 这时候巴基斯坦就需要中国的舰载武器 由于OPV近海巡逻舰设计中保留加装武器的空间 加上中国有曾经为巴基斯坦的老式英制护卫舰 换上国产千空导弹的经验 巴基斯坦重新武装OPV近海巡逻舰不存在多少技术难题 如果按照我国056护卫舰的火力配置 武装OPV近海巡逻舰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首先原计划中的一座76毫米火炮和两座20毫米机炮 可以换成中国生产的一座76毫米火炮和两座30毫米火炮 OPV近海巡逻拥拥有和056护卫舰一样的火炮武器 其次近海巡逻舰的舰桥后部有一大空间 可以装备4-8座C802反舰导弹发射箱或者混装反潜导弹 在它的直升机机库顶部安装FL3000进程防空导弹 如果巴基斯坦肯花钱 在巡逻舰的舰围加装一套摇曳式声纳装置 以及反潜鱼雷发射管 最终近海巡逻舰将变成一艘反潜护卫舰 巴基斯坦的OPV近海巡逻舰完成武装化后 总体作战能力比我国的056护卫舰更强 首先排水比056护卫舰大一倍 估计航程远两倍 其次反舰导弹和反潜导弹数量比056护卫舰多一倍 最重要它有直升机机库可以容纳中型直升机 反潜能力再次提升 现在巴基斯坦的OPV近海巡逻舰暂时为无害的巡逻舰 或许不久后将成为印度潜艇的杀手 改装出道的反潜护卫舰